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過去我們講過 中橫雙桶石案 沒有看過的小伙伴 可以點這邊的資訊卡去觀看 被害者在深山被棄屍 本來應該是找不到屍體 所以陸陸續續發生了許多離奇巧合 真的讓人家感覺 舉頭三尺有神明 而今天要來講的故事 是發生在靈異事件頻傳的 新北市平臨北夷公路 這次能追到真凶 也是發生許多無法解釋的現象 接著就讓我們進入今天的故事 北夷公路旁小靖 驚見一具屍體 雙手被切斷 全裸面容腐爛 生前唯一聯繫是名嬌小美女 她投出媒體喊冤 與命案無關 是真話還是謊言 來看這起北夷斷掌裸失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北夷公路 而且是晚上去 彎彎曲曲的陰森山路 加上九彎十八拐的靈異傳說 應該讓不少民眾夜晚經過 心裡都會覺得毛毛的 接著我們把時間推回到 2008年6月的最後一天 這時有名民眾開車經過這段路 她突然尿急想下車解放一下 去遇到她人生最可怕的一段畫面 平常很少人經過了偏僻產業道路 突然出現一輛轎車直往離開 但過沒多久卻加速原路折返 車上駕駛一臉驚恐 因為她發現一具雙手被砍斷的赤裸男師 被丟棄在樹叢裡 黑漫漫的山路看到實體 而且還是不尋常的裸屍 即便是在深山 所有媒體加上SN車 立即趕往了現場 因為這明顯是一樁 報復性的雄殺案 民眾發現時 死者全身赤裸 用芭蕉葉覆蓋 臉部朝下 雙手的手掌被砍斷 後腦還有遭棍棒重擊的痕跡 死亡將近一個禮拜 不過檢方在現場採證後 沒有找到大量的血跡 研判這裡並非第一現場 看得像是人 我就報警 有檢查 你檢查什麼 沒有 我看到是頭 這個背部看到了一點 哪有穿什麼 沒有 沒穿什麼 你還有看到牠的傷口 比較嚴重還是什麼 沒有 沒有 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怕死 才有可能 再給我們看牠 被欺失伸山 顯然是想要眼人耳目 但是衣服脫光 以及把手掌截斷 到底怎麼回事 這時警方突然發現 嫌犯並不是出於報復 而是牠的心機十分狡猾 知道警方採證 需要DNA跟指紋 接下來連死者身分 是誰都不知道 成了警方面臨的 第一道難題 他的那個雙手是被人家截肢 是把牠的手掌都砍掉了 後來我們經過法醫的檢驗 發現牠是被勒畢 然後勒畢之後 再把牠的手掌砍掉 然後流血過多這樣子 唯獨雙掌被切斷 警方不排除是黑道執行家法 或者是死者炸毒遭到懲戒 有可能是故意讓警方 採集不到指紋 手有被切割的痕跡 就這樣子 有可能是牠殺 這利刃嗎 應該是 有外傷嗎 其他的 其他外傷有遇傷 腳部有遇傷 其他不太明顯 腳部有遇傷 那現在任何有特徵嗎 就比如刺青或是 沒有 都完全沒有胎記 從死者議題上面 幾乎找不到有用的身份線索 但警方辦案 還是能從其他方向來著手 包括牙齒還有DNA 但DNA 關鍵的是需要有犯罪資料 才會歸檔 而齒膜也得需要 醫院方面提供相關資料 只是茫茫人海中 到底要找誰來比對 警方再一次的陷入困境 它特徵的部分 它在於牙齒的部分 它那個門牙有斷裂的情形 牙齒不整齊 當然斷掌各種可能性 我們都不排除 那個 也會造成偵辦上的一些 指紋上的驗證的困難度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的路徑 可以來做 其他的偵辦模式 可以確定那斷手是利刃造成的 有可能是生前造成 就這樣子而已 對 為什麼是生前 就生前 是一個血跡的反應是紅 還是雨血跡 這是法醫跟我講的 那實際上 確切的原因 還要看到檢驗報告 就在這個時候 警方發現兇嫌百命一輸 竟然在現場 留下了這麼一個小物品 加上家屬懷疑自己的親人失蹤了 主動與警方聯繫 也確認了身份 但這時候警方 鴨子滑水 並沒有主動公布這項訊息 為的就是要讓兇手 失去戒心 那現場有留有 有一個香包袋 香包袋就是掛在那個 脖子上的香包袋嘛 當然這東西真的是 發網揮揮 因為它就是有那個香包袋 沒有取下來 已留在現場 那個香包袋剛好又是 資格 家屬 所認出來的最關鍵的 懷疑的對象是有可能是什麼樣的造型 不是游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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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身份工作的 有身份 對 那確切的話 當然是等到DNA比對鑑定結果 只是說我們目前有大概掌握到一個 比較疑似有可能的身份 除了確認死者身份 也得趕緊找出兇手的行蹤 但在深山裡 不像在城市中 有天羅地網的監視器 但彷彿明明注定 在深山中的 這一個小轉角上的 小小電眼 也就是拍下 目擊者嚇壞的 關鍵監視器 拍到了這一幕影像 出來了 出來了 案發電眼屬於偏僻的 那個產業道路嘛 在山居流 所以監視錄影器就是 說真的非常少 不像市區那麼多 但是就是 就是有這樣的一支監視器 清清楚的拍到 有一輛車經過 那輛車經過 那個查閱他們的車號 結果發現 跟當天死者失蹤 時所聯繫的人 所使用的車輛是一樣的 警方釣魚後發現 在屍體曝光前的一個禮拜 也就是6月25號的 晚上9點多 這輛關鍵的轎車進去之後 10點半就離開 並沿著北宜公路 往宜蘭方向逃逸 與此同時 警方也正式公佈了 死者身份 警方連日追查 6月30號在北宜公路山區 的斷掌裸失命案 案情有了重大的突破 警方確認死者的身份 死者為63歲的 張姓外省籍男子 之前在台北 從事代課錶框頁 由於屍體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死亡5天左右 浮腫潰爛難以辨識 死者叫張俊元 63歲 是一名錶框店的老闆 親友表示 在6月25號晚上 就突然失聯 而一名郭媳女友人 向警方表示 最後一次碰到她 是送她 去跟一名夜姓女子 還有陽姓男子碰面 如果她失蹤 肯定這兩個人脫不了關係 而另一頭 調閱監視器的進度 也有了重大突破 在7月4號的下午3點半 警方在台北市 逮捕了其中一名嫌犯 你有殺害剛介紹嗎 那斷手在哪裡 斷手呢 斷手現在放哪裡 手現在在哪裡 丟在哪裡了 丟在哪裡了 車那天是你開的嗎 你有借給別人嗎 你有借給別人嗎 有借給別人 拿攝影機台耶 為什麼要下手 警方調閱通人記錄 發現楊詠德 跟另一名涉嫌犯案的 葉婷瑜 在6月25號當天 手機的行動軌跡幾乎是一致 所以不排除是兩人共謀犯案 但就在逮捕楊詠德的隔天 葉婷瑜卻悄悄的 想透過小三通潛逃出境 畫面當中的女子 拿著包包準備通過茶葉門 犯下斷掌殺人案的葉姓女子 被海關認出 發現葉姓女子已經被限制出境 但當時葉姓女子 尚未列入通緝的名單 所以行警只能眼睜睜看她 搭機返台 一下機人就不見了 列管座圍都是限制出境 我們都是依規定 予以她開立那個限制出境單 因為沒有通緝 葉婷瑜一回到台灣就消失了 警方錯失了歹人時機 甚至連在她的住處也鋪工 而葉婷瑜似乎早就知道 自己被警方盯上 從那時候開始 她就非常低調隱匿自己的心中 位在台北市松山區熱鬧地段的 這一棟五層樓高的套房公寓 就是葉姓女主賢之前的藏身住所 不過當警方找上門 她早已不知去向 就連套房也已經被法拍出去 最近不是說那個婚事案之類的嗎 對對對 所以是由警方來是不是 對對對 警方有來找她 對對對 那她住在這邊多久 不是很清楚 其實她這個還蠻 即使年過四十依舊保持量力外表 在個人照上還會筆除勝利小事 吸引目光 她是葉婷瑜 辦下斷掌殺人氣勢案的幕後主賢 從照片上看 葉婷瑜長相清秀 身材嬌小 而她已經離過一次婚 沒有小孩 很難看得出來 這時的她已經44歲 表面上她說自己是導遊領隊 也自稱是觀光協會的副秘書長 但其實她是經營不動產買賣 有許多的詐欺前科 忽然想像她的交際手腕相當高明 也有複雜的男女關係 這時候警方釐清 她與63歲的張俊元關係匪淺 不但同居過 還相約去烏來泡溫泉 想當然了 她要的不過是錢 如果說經濟上不許可的話 你要借錢對象 當然你會申選說 這位對象對你有沒有好感 你要借錢是不是方便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說真的 葉女她長相是蠻清秀的 然後對一個清秀 然後又經濟狀況不好的人 長相不錯 然後經濟狀況不好的人 要借錢 我相信會比較方便 有這樣的紅粉知己 張俊元每次借錢都很爽快 陸續續也借出了好幾百萬 甚至還介紹知名的易平家余百林 也借她800萬元 千年後後一共累積了1600萬元的債務 而這次呢疑似是張俊元 催債太急 讓葉婷瑜興起了殺人念頭 死者他本身就催討債務 尤其在要被殺害的那一段時間 催討債務盛極 然後跟葉賢就拼命的討他的債 債務討了這麼急 也沒辦法去那個 乾脆把他殺掉滅口這樣子 動機確認是債務糾紛 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 葉婷瑜下落不明 警方這時趕緊壓著楊詠德 在7月10號這一天要重回案發現場 一方面要重找相關的證據 一方面也要找回張俊元被切斷的雙手 但就在路途中 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車子熄火我們就覺得怪怪 我們那時候在請楊賢下車的時候 你跟死者說抱歉 你既然殺了他 你就要跟他說這件抱歉 而且要保佑我們說 順利的找到相關證物替他聲援 我說今天解釘還需吸引人 既然是你發假的這個案子 你必須親口跟他說 不是我們警方說100次也沒有用嗎 跟他說抱歉之後上車 車子一發就發動了 似乎冥冥之中 有死者在引導著警方 但在北宫這樣的深山 要找到手掌大小這樣的屍塊 談何容易 就連嫌犯楊勇德自己 也不記得到底是丟在哪裡 沒想到詭異的事情再度發生 開梅一公里 大概500公尺 就有聞到一股味道 那是那種實臭的味道 是很明顯 我們警方人都聞得出來的 然後我們聞到這味道 說可能是這裡 下車去看 立刻就找到手掌了 那手掌他們本來也是往山谷上丟 但是就是好巧不巧 他往山谷丟的時候 被大叔擋下來 掉在大叔的底下 種種詭異的情況 順利找到已經化為白骨的斷掌 加上警方一一拿出來的證據 讓原本還想扯謊的楊勇德 最後是和盤拖出整個行凶計劃 原來當天他和葉婷瑜 把張俊元約出來 就已經是計劃好要用硫酸殺人面試 葉嫻他以還要跟施者洽談債務回藉口 然後就是請施者出來見面 見了面之後就請施者上車 然後上車之後 車子就一路往北宜公路 平臨北宜公路方向開 然後開一路上談 那當然他們在談的過程當中 一定是不勝愉快 當時車上由葉婷開車 而楊勇德坐在張俊元位置 副駕駛座的後方 雙方談判破例之後 楊勇德立即亮出了北宫道 抵住張俊元的脖子 說葉婷瑜要我壓你 不要動 不然我就劃下去 接著他們抵達產業道路後 還用鐵絲套住他的脖子 這時兩人目露凶光 殺了張俊元 楊先生說他的膝蓋頂著椅背有沒有 然後因為女孩子手沒有不夠力嘛 所以說他膝蓋頂著一背 然後再用那個鐵絲往後拉扯 去鎖那個死者的喉嚨 把他勒閉了嘛 勒閉之後他們為了要 要就是毀視就對了 然後來躲避我們警方的追查嘛 他們就決定把他身上所有的東西都 譬如說衣服啦 譬如說飾品啦 都把它清除掉 然後最後再為了怕我們對指紋 他要把他的手上給切掉嘛 業女非常狠啊 他就怕下了車以後 開車門把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死者把他拉下車啊 然後再支持楊先生說 可能沒辦法溶濕 所以說我們去把衣服脫掉 把手上砍掉啊 其實他當初戴美工刀 是準備要分 因為你溶濕 雖然是要溶濕 但是你那個桶子不夠大 你一個人撞不進去 他是準備把它分濕了以後 在容詩嘛 但是光哥哥首長 最近很廢視的事情啦 已經確定整體殺人案 是由葉婷瑜來主導 但機場已經讓他脫逃過一次 要再逮住他沒那麼簡單 警方這時公布了他的照片 並發布通緝專刊 希望能把他逼出來 他本身是非常狡猾的一個人 因為他有一陣子躲避在 女子三溫暖裡頭 然後女子三溫暖是 說真的我們警方要進去 也不容易 也不方便 就在警方緊迫盯人一個月 加上斷絕他的經濟來源 葉婷瑜幾度透過律師 聯繫檢警 表示要投案 甚至還傳真到各大媒體喊冤 但他就是不出現 三分兩次的致電到地檢署 或者警察局來說 他想要投案或者怎麼樣 然後就是釋放出一個假槍認為說 他就是要準備來投案 然後來讓我們警方 鬆懈下來說 他要來投案了 我們就不用那麼積極追他 葉姓女子交往十分複雜 個性非常狡猾 不但跟遭到斷掌的張姓 死者有巨額借貸 雙方戶籍還在同一地點 甚至案發後 還有高人指點要他傳真給媒體 第一章就是表明 將要自行前往北檢 釋清案情 並且附上簽名指紋 利用傳真告訴媒體 人不是他殺的 把責任統統推給陽性男子 因為當時自己根本沒下車 不知情 還強調是遭到栽贓嫁禍 更誇張的是葉姓女子還公布 所有債主姓名 想要博得同情 葉婷筠三分兩次的跟警方 玩起了躲貓貓遊戲 最後終於掌握到他 8月5號即將在北檢出現 警方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派人埋伏在北檢 直接向他逮捕歸安 你是不是有冤屈要說 對 我要說 你要說什麼 你要說什麼 因為我根本沒有叫車 沒有進行公謀 預謀 什麼都沒有 報章雜誌寫的都不是 都不是 你叫說的嗎 都不是 現在有巨額跟什麼關係 沒有房貨的關係 那些死者沒上車 就會覺得很奇怪 他就說他是燕王的 嗯 所以他要去投案嗎 我說我有幫他申請歸案嗎 嗯 今天早上就是要帶他去地檢署歸案 歸案又到慶典分解做譬如啊 初步征訊 他承認和這個死者張俊元之間 有這個金錢借貸的糾紛 和另一名在押的主權 楊信嫌犯 共同犯下這起殺人的命案 夜庭瑜隨即遭到收押 但也不能發現即使他落網了 也不打算承認自己有犯罪 反而在法庭上一口咬定 兇嫌是楊詠德 而當時他只是在車上 什麼也不知道 而楊詠德則是多次的公辭前後不一 充滿了矛盾 最後兩個人互控對方 才是那個殺人魔 就連到底是誰使用鐵絲把張俊元勒死 竟然雙方說法都不起來 最後判決書上也只有這樣寫 由夜庭瑜與楊詠德 共同以不明方式悶疫張俊元 窒息休克死亡 最高法院認為這兩個人 根本就沒有回憶 最後一殺人罪嫌 判夜庭瑜無期徒刑 恥奪公權終身 而楊詠德則是被判刑19年 又6個月徒刑 恥奪公權10年定念 我覺得判的事太重了吧 其實沒有證據證明是他在主謀 犯罪最重要的一個犯意 你到底要為什麼做這個事情 犯有什麼好處 兩人被關進監獄十多年 楊詠德突然劇狀提告 說當初協助棄屍的那輛轎車 是他幫夜庭瑜繳的車帶 但最後檢方已沒有證據不起訴 這起殺人案最後讓兩人反目 您認為誰才是殺人兇手呢 夜庭瑜與楊詠德 被認為是男女朋友 但夜庭瑜卻周旋在多個男人之間 最後女生的債務 卻是由這男友協助殺人 是誰在利用誰呢 關於有想法的小夥伴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會一一回覆 我是老Z 我們下期見 我拚散了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喜愛都很待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